此季马来西亚的新山智慧举办了社区新牙助学金的发放 不分种族与宗教帮助200多位的清韩中小学生 慈少慈佑班孩子在马来西亚新山国小新牙助学金发放活动上 比出幸福的脸 志工也现场指导如何炮香鸡饭 感受灾难国度慈悲发明 而当200多名学生领到一份慈祭助学金时 家长孩子们心中是什么样的心情 这笔钱我们得到了不是意外之下 我们把它主持上来 用他们学业上 或者是万一有什么意外发生的时候 用在这三个小孩子的身上 我每个月至少会捐一块或者五毛吧 实际是一个令人很崇拜 跟感谢很感动的团结 现场来了269位家长 就有超过一半认同菩萨招生 愿意进一步了解参与志工服务 善循环可大可小也是爱的发酵 但新闻真上美之工马来西亚报导